汉仔,汉仔 汉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哈喽,汉仔 又到了汉字说故事时间了 这一集要介绍的是 铺这个字哦 铺字的本意是 轻轻击打 现在只用作步手 在铺书偏旁 多做铺 铺的甲骨文和经文 都是像右手 拿着鞭子或棍子的样子 小传较接近甲骨文字形 历书、铺书 程序小传字形 沿用至今 铺 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哦 甲骨文 木的字形 是以手持鞭来木牛 但现在不管放木的动物是什么 都叫木 如木马、木羊 孝字本意是模仿、仿孝 由铺和胶的读音组成 引甲铺铺 引申为功效、效用 或者付出 如效劳 甲骨文 叫的字形 是手持教鞭教导 训会孩子的意思 由铺、子和摇的读音组成 本意是教导、训会 引申为宗教的简称 如佛教、基督教等 也读作教 指传授知识 如教书 这一集故事是不是很有趣呢 汉仔和小朋友都学会了吗 我们下次见